好,接下来我们讲另一种处理的方式 处理异常的方式 叫声明异常 Throws语句 直接抛出 有的时候呢 这个异常呢 我们当时不想处理 干嘛呢 就直接Throws就完了 丢给调用者 谁调我谁处理 比如说 咱们在这儿调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人家就是写了什么 就Throws I'll accept 在方法后面呢 直接加这句话 它里边也没有TrackHash 直接抛出了 什么意思呢 抛出就声明一下 我是有异常的 谁调我谁处理 谁调我谁处理 那么当你调用它的时候呢 这个调用者来处理这个异常 好吧 那么这个代码来我们 刚刚写的这个代码 咱们要不然就分装一下 它们这个 叫什么呀 叫这个 Read my file 好 大家看啊 然后这儿我们去调就行了 这是我们刚刚写的代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的所有的异常 比如这里碰到这些异常 我们是不是这个 开始处理了呀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抛出 来我们看一看 抛出应该怎么做 task03 写个注释吧 这02我写个注释啊 我们用try catch task03 补货 再处理一下 使用这个sloge 生母 好 来大家看一下啊 跟刚刚那个代码差不多 不过呢 在这写的时候呢 我们不什么了 不catch了 不catch了啊 来 假设我这不把这个处理掉 大家看啊 走实话一下 大家看啊 这个方法这儿 遇到异常了是不是 不管它 throws 对吧 谁叫我谁处理 这儿是不是有异常了 不管它 干嘛 抛出 看懂了没有 当然它是子令和复理的关系啊 所以它直接抛了一个 I'll accept 看懂了没有 那么 我这儿写了throws之后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儿写了throws之后呢 在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 这儿 出什么错了 因为这是调用者啊 这是方法 人家声明了异常 说我这个代码里面 是会抛出异常的 那你在这儿呢 就干嘛 就必须接着 懂我的意思吗 啊 你必须接着 接怎么接呢 要么try catch 要么try catch 要么怎么着 啊 你也向外抛 抛给了谁 抛给了妹方法 妹方法掉了我嘛 对不对 妹方法也干嘛 也throws I accept 妹方法抛给了谁呢 抛给了我们的 gre 懂我的意思吗 你也可以这样做啊 好 这儿也报错 是吧 报错以后呢 干嘛 是不是层层外抛啊 他这儿有错了 throws抛出去 对吧 调用者 调用者呢 不处理 干嘛 再抛出去 看懂了没有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实际上 在咱们开发的过程中呢 try catch也用 这种声明的一场呢 也用 我们以后大家去开发的时候呢 也会我们的代码是分层的啊 好吧 那些类是分层的 比如说 呃 我们比如 我们通常会用框架 对吧 假设在我这一层这个代码 这儿 遇到异常了 他会丢给谁呢 丢给上一层的代码 上一层代码会丢给上一层 那最后呢 会丢给谁呢 丢给框架 对吧 框架来处理 也就是说 throws throws 对吧 层层抛出 抛到最后呢 框架来自动化处理 懂我的意思吗 OK 这是我们使用这个 throws方式啊 来处理一场 这个大家也是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嗯 哦